好 为了培养青年国际人才也提高国民中小学生学习英文的兴趣跟动机 教育部特别委托国立台湾大学规划办理 国际学办计划招募来台留学的外国级大学生和本国级大学生配对担任大学办 与美合作的国中小学每周进行英语的视讯 并且也安排了每学期一次的实体相见欢道校活动 而在之前他们是来到了花莲市中校国小 花莲市中校国小来了一群在台留学的外籍大学生 他们这次来到花莲全都是为了要和自己的小小学伴相见欢 为了培养青年国际人才也提高国民中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与动机 教育部特别委托国立台湾大学规划办理国际学办计划 招募来台留学的外国级大学生和本国级大学生配对 担任大学办与合作的国中小学生每周进行英语视讯 并安排每学期一次的实体相见欢道校活动 没有认出你的老师吗 有 有 很明显 很明显 对 那你们上课都聊些什么 我们会先分享那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有去哪里 然后都就开始上课 然后如果说课程比较早结束 我们就会问老师一些问题之类的 这个目的就是让在我们偏乡的这些小孩 他能透过那个线上的这一个活动 跟这个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能够看到世界 然后能够从花莲走出去 这个计划是我们这学年开始申请参加的 那今天这个活动是在我们表定 希望他们能够国际学办跟小朋友小学办能够有相见欢 能够亲自除了在网路上碰面互动之外 今天能够到现场一起来做像学习书法 或者其他相关重要文化之间的一个交流 偏向教育透过科技拉近了与国际的距离 这次的计划总共有35个国家的国际学办 造访花莲中校国校 除了让大小朋友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及语言 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借此产生兴趣 让双方都是收获满满 记者 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